台博旅游泡泡8月中重启 为了推广帛琉观光 帛琉总统会数人 邀请副总统赖清德 9月到帛琉访问 另外也邀请奥运举重金牌 郭信成还有雨球男双金牌 王麒麟跟李扬 能跟家人教练一起到帛琉玩 赖清德感谢对方善意 还说个人非常乐意前往 目前外交部正着手研议规划 总统否则表示 相关的计划需要整体审拙防疫的情况 还有国安相关措施 如果有合适的时机跟方式 就会访问友邦 那么顺利成行的话 也将是疫情后的首次出访行程 今年3月 帛琉总统会数人来台访问 跟副总统赖清德 一同出席台博旅游泡泡启动仪式 鼓励国人到帛琉旅游 旅游泡泡在8月重启 日前一场视讯会议上 会数人亲自邀请赖清德 9月访问帛琉 会数人总统的邀请 我个人是深感荣幸 然后深感荣幸 那我个人意愿当然是 希望能够前往 对于帛琉席 赖清德正面回应 表示很有兴趣 总统否则说 如果有合适时机跟方式 欣然赴友邦访问 但是疫情期间的相关计划 仍需整体审拙防疫 跟国安相关措施 目前还在研疫阶段 根据了解 外交部已经着手安排 希望能够促成赖清德的回访 台湾选手在这次东京奥运上 创下史上最好的成绩 会数人也邀请多排的举重女神 郭信淳 还有林洋佩 王麒麟跟李洋 能和家人教练一起到帛琉 会数人愿意亲自当导游 一起游遍 帛琉各个景点 为了吸引台湾旅客到帛琉观光 帛琉陆续寄出打疫苗 普发旅游金的方式 因为疫情关系 总统跟副总统都暂停安排出国 如果赖清德能够顺利成行 将是疫情后的首次出访 但赖清德只打了一剂高端疫苗 邀出国恐怕还得等疫情趋缓 跟国内疫苗状况才有办法定案 记得下部李贺荣台北报道